好似又很快地做這個軍事行動 沒錯 昨天晚上已經做了今天是星期六 不要忘記 昨天晚上那個是因為前天 就是沒有空押後到昨晚 今晚是正常時間 歡迎大家看這個軍事行動 今天和大家報告一下 可以說天公做沒有 雖然今天下得好像九市那樣 但是當我答應了大家說在這個青衣城一帶 對該區附近的居民派發麗果分享一個 我們的成果的時候 天公都是稍微撐住一陣 不下雨 給我們有一個充裕的時間 早上九點五十分我到場 然後就和義工美年得以特級 吉義工隊他們很迅速地開了個檔 用我們的紙袋 環保的紙袋 不用膠袋 將昨天剛剛摘出來的荔枝 就入袋釘裝 前後加起來大概五十分鐘左右 去到十點四十分已經派完了 才開始下雨 都算是非常好 你想想 如果當時我們說要做派荔枝行動的時候 正式包裝又用紙袋去拿 再加上一些雨水 濕粒粒的 肯定會很狼狽 而且那些紙袋一定會穿 但是天真是很幫我們 我們和居民做這些義工工作 是給我們一個小時的乾爽時間 派完之後才開始下雨 這個算是真的非常之萬幸 在這個派的過程裏面 我發覺年輕人對吃荔枝已經有一種抗拒的心情 特別年紀大的也擔心一樣東西 就是吃的糖分多 因為有糖尿的問題 所以今時和往日不同了 我特別推銷我們香港的本地農產品 可以試一下本地的味道 我也就住大家的口味 都不能夠給得太多 給三顆可能不夠 給六顆最好 剛剛足夠 進去紙袋那裏 在較早前我上去Facebook裏面 大家看得到包裝是很輕便的 是吸了印象 簡而精 六顆給大家去吃 接這些荔枝 年輕的都有 但是特別年輕的就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他們都很友善的 通常接收的那些 每個人都很開心的 有些好奇 為什麼會派荔枝 或者派一份東西過去的時候 它不知道什麼 有一點猶疑半步 但是很快地解釋給他們聽 這個是我們新界的特產 我們新界自己本身也有農業 可以品嘗一下本地的荔枝 有桂尾 有糯米池 每個人都很欣然去接受 只不過今天我派發就不是太多了 按照我原先的計劃就是300份 每一份有6顆 差不多是1900多 只要2000顆荔枝都有 這個是相當相當之好 居民基本上來說是給大概 我自己看他們的反應 應該可以給到有65分到70分 也是盛夏佳節 最適宜就是欣賞荔枝的季節 這個就今天和大家做 在過程中我特別讚賞和感謝直叔直嬸 他們在職院中種植出來的荔枝 的確是非常甜美 我特別欣賞糯米池 核細 殼又圓滑 肉比較濃一點 至於季尾有吉手丁 但是一樣很小 那些甜味的清 就是那個香的 芬芳複動的程度 跟糯米池不同 它的味道比較清一點 多謝直嬸 亦都是提供一個 我們各方面的設備 於是我們摘荔枝很爽 第二要多謝當然我們青衣一帶的 我們那些美蓮特異功能 美蓮就是廖美蓮 她是我這個全風花園的主任 她在很短時間裏面 這個實際上是我們想做就要做 真的做得很有樂趣 而且很有成效 不要忘記我星期二做街站的時候 就和大家分享說 我在星期一的時候摘了一些荔枝 本地荔枝都非常甜美 在街站派我雙周翻的時候 和大家就突然靈感 靈機一觸 就說不如我們又摘些荔枝 給我們青衣城一帶的居民可以分享 既然說這件事 我就在星期二做完街站 我們開那個組會 每個星期我們都有一個地區工作會議 我在那裏就說 我正說已經說了要摘荔枝給人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做 你想想從星期二早上 到今天星期六早上 前後加起來只有四天時間 但是我們從討論決定執行期間裏面 就還要想想怎樣包裝 我們要環保的 我們印刷一些東西怎麼印 不用印了 做個原子印 就將我們匯碟公益 和何君堯的那個牌頭 做個章裡一吸 吸了三百多四百個袋 變成現在用了三百個袋 就很快速 今天有六七位的義工 在很短時間裏面 就叫他 原先說應該下個禮拜一 下個禮拜一或者禮拜二才排 由於直審說 你早點來到何律師 因為那個院裏面 就沒有人看 最近就發覺有人 擅自爬進去這個果園裏面 就摘了一些荔枝 如果是再等到星期六 星期日才摘 可能已經被人偷了 偷了就沒有了 我聽他有這樣的提示 我唯有星期五 我就決定提早摘荔枝 開了內務委員會之後 就出來了 天氣的確很差 也有黃雨 後來當我們去摘的時候 天氣都算幫手 輕輕落一點 你看到我有些照片 就好像摘到周身濕 頭髮 很生氣 衣服就髒髒 因為爬上樹 樹又濕 但是幸好不畫 樹枝 我都站得很穩健 穩陣 所以天功造美 再加上善心人 直宿直審 有這麼好的例子 跟大家一起分享 而我一些特異功能的 義工又很穩健 我們摘的吉 四大天王 有阿威 有阿Leo 有James 我自己四個人 我就上樹摘 他們在樹下 接我的荔枝 然後分類 入箱 然後整個流程做得很好 這個就是我們很短的時間裏面 既然說得出就必定要做 做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這麼多 曾經同事問過 星期五那天的時候 今天下大雨 天氣很差 會不會取消 我說下雪都照做 既然說了就要做 排除一切萬難 總之就勇往直前 這些東西根本難不了的 如果你是有心去做的話 天都會偶爾走遷你的 果然 星期五那天 就摘得順利 星期六的今天 派得順利 所以善心就有善報 天就會幫忙 跟你作一些這樣的協調 感謝上天的一切好好的安排 下個禮拜一 就跟財政司吃晚飯 有些什麼跟他說 一個很小的party 陳立波早前打電話說 喂 可不可以來我的家裡 官邸吃飯 接下來的禮拜一 吃飯 就小小的party 幾位有Michael 田 也有潘兆平 我好像還有Jimmy 大概是這幾位 四位上去官邸吃飯 我想應該要跟他說些什麼 當然我不會說 喂才爺 你的數字好像真的 預算得差了一些 那我盈餘這麼多 那我不會盈餘他盈餘這麼多 有錢只是一個好過沒有錢證 是不是 也取資於民 最重要是善用 這個資源善用的錢 我會跟他反映一下 我昨晚講的那些公帑 不要留軟了 譬如什麼就是生涯規劃 這些我們要小心去用 譬如什麼呢 就現在幼稚園裡面的 每600個學生 有一個社工 這些我們的pilot scheme 究竟是怎麼樣呢 現在正在討論當中 我會稍後給一些意見 譬如好像我們的地區設施 17億多 來建一條 footbridge 這裏 是不是真的我們 現在還是用一種 財委會裡面 沿用30幾年 社會已經變化了 來自己把肚皮揭開 告訴別人 我將會在這裏花多少錢 你拿了預算批佈之後 才再去招標 你說是不是很露襯 等於我和你考試 問題不單止我設定了出來 還要讓你看到答案是什麼 人家再叫人家去考試 誰不中一定中 而且還要高分 如果不高分通過 那是白癡 所以我覺得這個 財政的預算 和撥備 撥款 和其後的招標 這個程序 是值得相確 值得要去改善的 所以 禮拜一我可能會和他 不是了 直接說這些事情 錢不要亂了 另外還說一下 我們那個 雖然說最近的福利 是不是帶去內地使用呢 或者擴闊了 我們的香港人享受福利 在內地使用這個動議 是未能夠獲得通過 但是我覺得 由政府自己本身在這裏思考一下 譬如好像學一下這個 新加坡 他踏馬石 他在這個內地裏面 設 就是投資那些知識城 科技城 無論在蘇州 在杭州 在深圳 在這個 不是深圳 在這個 羅江 在這個 東北三省那裏 他們都是大量地 那樣 那些地 那些地之後 就做他的專題的發展 歸根到底都是土地的資源的使用 那如果你有錢 也都可以買到一些地來發展的話 那又藉著自己的本地人才 又可以在那些地方裏面發展 開闢一個新天地和新機遇 這個是好的 所以我們那些錢 現在有萬三億的儲備 這個是我們的盈餘 可以足足夠我們 大概兩年半的政府 完全一元都沒有收入 都可以頂得上 這些錢我們應該要怎樣去投資 不妨可以學阿達馬錫 是不是真的我們的 那些儲備不能在內地裏面做這個投資 我認為 只要有這樣的主觀的意願 一定會是成功的 所以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你肯去想和肯去做的話 必定有辦法 所以 為自己開闢新天地 我不是只說要上去上面 藉著現在那個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又有錢 也都有人才 這個時候就是天時地利 人和必定要有 再加上那條這樣的高鐵 也都會在九月中旬通車 我們也都有這個 港珠澳大橋又通車 連堂口岸又通車 同一年裏面有三個口岸 我們都會通車 那在這個情況裏面有寬頻 那個寬闊的唱度 可以方便我們香港人在裏面的投資 和發展 沒有理由在錢方面來說 我們會按著荷包 和捏著水喉 再加上講那個老人的福利 如果我們可以 我們會游說得到我們的長者 多點回到內地裏面定居 而將它香港的那個公屋 又可以騰了出來 那變成另一方面來說 舒緩了我們香港的那個 公營房屋的那個輪候的時間 將它縮短的 那麼舒緩了這個壓力 也對我們整體有幫助 那只要肯去想想的 將所有的東西 炒賣一碟來做 應該是可以的 那所以下個禮拜一 和蔡爺應該會講講這件事 那另外呢 我就最深於搞好現在我們的法律公益服務 這個是怎樣做好公益法律服務呢 那就是我將會在今年12月頭 就會搞一個比較大型小小的項目 大概邀請四百多位人士 是做一個IPSA的Member 什麼叫IPSA呢 IPSA就是International Probeno Legal Services Association 這個就是我會請海外有十幾個國家 他們派員參加我們這個國際公益法律服務的組織 作為成員 然後就可以 通常是說得完善這個一帶一路的國家為主 如果能夠請到每個地方裏面有兩個的律師 來參加這個公益法律服務的話 再加上我們本地又找回幾十個 我知道頭六個月裡面目標是爭取到有三百名的律師來參加的話 那面對的群眾就是我們香港的社會的群眾 有兩大的組織我希望可以拉攏得到 從環保業和這個運輸業等 就拉一些人進來大家可以做一個平台 通過一個互聯網絡或者APP application 來去有什麼問題提出的 另一方面就是專業人士可以提供服務 初步的那些是免費查詢 答完之後如果你認為這個人真的答得不錯 我就很想再向他來提出一些進一步的資訊 這個進一步的資訊我們會給一個很大的折讓 一般來說如果是以六七千元一個小時的 你可以有十分之一的價錢 可以問得到有十五分鐘跟他商議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的一個平台 提供一些利文紙困的及時可以止渴的這些法律的服務 不為一件不失一件好事 所以我這個工作現在進入了 我還有大概五個半月時間來籌備 地方我已經找到大概是在內地裏面有一個挺好的酒店 是五星級 為什麼內地呢 因為要配合得到有國際視野 兼且有內地的市場 香港的優秀的條件 再配合了有龐大的技術支援等等 龐大的技術支援 稍後再講怎樣龐大的技術支援 在這個情況裏面 配合了現時的那個香港整體的社會 和我們的業務的發展 所以就串聯了內地香港 東南亞 港澳台 再加上這個歐美等地的人士 結合在一起 但是服務的對象 先起步了由香港 然後再輻射到內地 甚至乎海外其他地方 這個International Propunal Legal Services Association 就由我去設立 創立了 然後我就會 下面有四個委員會 一個是叫做Advisory Committee 就是一個顧問的委員會 是由一些社會言達 請他過來 就給一些整體社會的環境的意見 有哪些服務可以去到一些弱勢社群 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由這個Advisory Committee 就去給一些意見 另外一個就是Consultant Consultant Committee Consultant Committee 就是顧問 顧問就是由這些法律 剛才說Advisory就是 就是諮詢委員會 沒錯 然後跟著Advisory就是一個顧問委員會 應該看一下什麼 是顧問還是不顧問 我忘記了 一個專家委員會 都是 就由專業人士 以律師的身份 或者他是Lawyers Overseas lawyers都可以 合在一起給一些技術的指導 第三層就是Practitioner 就是執業律師 現職正在做 相對是年輕一些 打頭陣 在操作方面講給一些專業意見 第四部分就是Para Legal Committee 就是非法律 這個應該說都是法律從業員 但是他就不是執業者 譬如是什麼 他是建築律師 他是一些資深的法律的民員 可能也是讀幾間大學的學生 這個Committee 也是可以從一個新的 和最接地氣的年輕人的口味 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四個Committees 就是用來協助董事局 去推動這個工作 目標就是香港的市民 為第一步為開步 但是很快就也是觸及得到 內地的市場 和內地的市民的需要 因為來自於五湖四海 不同地方的律師都可以一起這樣工作 通過什麼來做呢 以今時今日來講 當然一定要用一些APP application 所以我也是設立了 開發了一個叫做找我的法律平台 而配合了這個IPSA 所以就是一件好事 剛才我有一條短片 就是在我那個何君堯另一個 私人的那個臉書那裏 就上載了上去 那條片是說什麼呢 就是中國最近的 最近這十幾年裡面的 那個基建的發展 都可以說一天千里 為什麼他們鋪橋搭路 挖隧道都會這麼快手 而在現時來說 特別在鐵路方面來說 以高鐵有25000公里長的鐵路 至於地鐵方面來說 已經潮住有5000公里的總長度 為什麼會由一個原先這麼落後 沒有地鐵 鐵路又行得 用煤油燒煤燒柴油的 突然之間可以一夜之間 好像一個灰姑娘那樣 或者醜小鴨變得這麼漂亮的天鵝呢 就是因為它工浴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在國際間做大型的工程事務 它們都有一些很重型的機械 比如Tunnel Boring Machine 那些叫做TBM 就是用來去轉地的隧道 那這個科技呢 如果說先進來說 一定是說德國 美國 和英國 瑞士等 它們這些Tunnel Boring Machine 就做得很好 但是中國人有得厲害 就是那個 吸收人家的好處 然後取長 就補短 拿回來 然後再把它 去優化成為 現在全世界最大型的Tunnel Boring Machine 就在中國 就已經 它自己自製 和研發 改良 都已經有成500台 哇 你想想就是靠這500台 從後面不斷地 這樣 是可以製造更加優秀的 轉隧道機 那有什麼辦法 不快呢 是不是呢 所有的山都可以讓它轉得到 地下都可以讓它轉得到 於是創造到 這麼長的高鐵的里程 和這麼長的地鐵的里程出來 這個就是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另外鋪橋的那些爪 那些爪 爪釣式的路軌的運輸系統 就將那些預製了的橋 只要橋樓做好了 那那部車就可以撐撐過去 另一個橋樓上面 形成就已經搭了一條橋 然後在這個橋底下面 將那些預製件 石屎的橋樓 就緩緩地放下去橋樓 與橋樓之間這樣鋪 然後就鎖定它 於是 然後另一個橋樓搞定了 又搭一條 又搭一條 就好像砌積木一樣 這些 你如果是設定了所有的 那些規格 好像LEGO那樣定了 印了一些LEGO 遮蓋了一些LEGO 然後搭LEGO 就已經可以砌出 什麼東西的模型都可以做出來 這個又是一個 另外還有什麼 他們做得相當好的 鋪橋搭路轉隧道 剛才說了 你現在說 航天 航天也是做得很好 中國現在也在搭建太空站 無論上天落地 或者是深潛去這個 我們中國最深的海洋也好 在各方面的技術 各方面的工具 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我就借鏡這樣一件事了 那別人海外的 做開的那個義務法律的服務 做得這麼好 我們香港行不行呢 都行的 那有些人就會說 不要經常找自己的律師老襯 你每樣都說免費 或者每樣都義務的 那我吃什麼 吃西北風 我覺得不是的 如果你是肯虧虧 你一定會賺美 只要你肯去服務的話 有任何的工作 都一樣可以是最後給你做 最近我在這個 公益的法律團隊裏面 有些個案子我自己都沒有空做 或者我見得到黑人 市民有這樣的需要 我都會將它轉介給下面的團隊 其中一個weekend裡面 剛剛端午節那天 有個案子我就不方便去做 因為我有其他社會的工作 在辦著 有些節目要出席 於是我就彈了過去給匯蝶公益的律師 我就跟他開架 我要那個律師這樣走走走餅餅 一天的全日功夫 那好吧 那你找那個當事人 找我現在這位匯蝶公益律師 店家就五萬元一天做了他 五萬元都是一個挺好的價錢 以服務為先 又肯去為大家不介意週末裏面做事 Holiday裏面開工 前後加上做十個小時 都是五千塊小時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跟他開價五萬塊 那個客人就反應 馬上就叫他做 One day job 有五皮東西 代回落袋 這是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亦都可以為社會做一些公益的同事 亦都有一些錢濕下 代回落袋 濕下個口 你說是不是何樂而不為呢 最重要的事情 反正如果你坐在家裡 是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做 那不妨也有這樣的機遇 還有一件好事 藉著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群策群力 互相照顧 社會裏面有龐大的群體是需要法律的服務 你小小的肯執策這麼多 織上織上織上 你也不要看少 即是織少可以成多 可以行何沙嫂呢 一樣都可以堆積到一個刁捕出來 所以千萬莫以善小而不為 而惡小而為之 所以我們最重要就是肯去虧頭 就會賺美 千萬不要做那些好像類似賣水果 這樣賺頭就虧尾了 我們今天也是這樣說 我們也可以把水果變成神奇 只要不要只是想著賺人錢 但是你其後的這些水果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可以大家一起共享 另一種令我想起的就是 好像麵包檔也是 麵包也是賺利錢不少的 但是當麵包如果賣到晚上的時候 那些麵包就已經 再不賣就隔夜 應該怎麼處理呢 以前我知道車理哥夫那些 他們很聰明的就把麵包烤好 然後賣一包包 就是多屎麵包硬的那些 那這個不要浪費 是一個對的 以前小時候看到他們這樣做 又不錯 但是今時今日我就沒有什麼特別跟 麵包店 他們怎麼處理他們的麵包隔夜 那會不會有一個夜吃麵包 還是用來公益呢 我看報紙還有一些NGO團體 都會收集一下這些麵包 來去做這些善事 那這個一件好事 但是又怎麼協調 令到人家麵包店就說 喂大哥我做善事而已 都不要因為做善事 踢到自己的腳 Namey 是什麼意思呢 個個都是hold著 有新鮮麵包出爐的時候 就不買 然後晚上的時候來 撿他那些 還沒隔夜的麵包 那變成就是得不償失 那這裏怎麼拿平衡呢 那我想我也可以借鏡 和這些現在已經做開 懂得吃的團體 要怎麼處理這些 我們全香港有幾百間的 甚至乎一千間的麵包店 他們怎麼處理他們 剩餘的麵包 未能夠賣光 而我們又可以充分的 去珍惜這些食物 或者去造福的人群 這些東西我要跟別人聊天 簡單講一句 資源共享 大家互相可以分享 你有剩餘的拿過來給我 我未夠 我們將來應該怎麼回饋 給那個肯去做善事 或者肯去吃虧的人呢 這個應該要去想一個制度 來互相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互利的一個方案 我們現在要做 IPSA 就是 International Proponal Legal Services Association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通過 通過就是 一個APP 叫找我 是令到大家 不需要這麼廢時失事 也不需要這麼繁瑣的 覺得做一個義務公益律師的服務 是這麼不方便 我會提供這個平台 回應這些問題的同時 快捷 亦都可以有部分的 少少的資源 可以有些資助去濕口 大家就不是很計較 那部分的東西 但是人與人很簡單 人互相去欣賞 互相去表揚 還有去尊重 給少少孝敬金 甜在心頭 就不是真的靠那些 但是久而久之 甜在心頭的同時 我這樣 將我的能力和知識 這樣在空余時間裏面 你不會阻得到我的私人生活太多 而有少少 撿回幾百元一晚 這些就等我去戶口那裏 當作好像積勳那樣 挺過癮的 我覺得這些是應該可以推崇 可以去宣傳一下 稍後如果推出這個平台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應該要怎樣參與 好嗎 現在這個時候已經是11點半 就不說那麼晚了 明早一早又要做運動 在這個時候 就跟大家講講我們的 軍事行動之後 有些什麼的意見提出了 鄧應宇就是剛剛iswatching AKLi就是說 HFphone記得了 Amanda Yong就是大家好 Aster Chan就是 婆利斯大家好 AKLi就說 就算如何 就算如何 你可以多級對國家香港提議更好的 建設性的正面的提議 黃成傑就說 其實元朗市地面已經沒有空間 應該發展一下地下的停車場 供應幾百個車位 這是一件好事 不單止元朗是這樣的 成傑 在屯門也是有這樣的 因切的需求 對車位方面來說 路又不夠 但是車又多 泊車的時候 很多屋院 就是公屋的 舊式的停車場 它有四層五層 但是已經 居民自己本身 每個人都養車 你說外來人士來探訪的時候 以今天的水平和標準 的確是不夠用的了 應該要怎麼做呢 所以我就跟這個運防局 和這個房屋處那邊說 就是運防局 你們應該要怎麼善用自己的 那個公屋裡面的停車場 最好不要賣出去 現在有部分賣出去給領前的 如果可以回購回來 就把那棟停車場拆掉去重建 原來起高一點 上面也可以做一個新的街市 也可以做了停車場 變成可以解決了 現在整天說 在領展裡面的商場 那些市場又貴 又沒有競爭性 防署應該要做一下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要設立多一些街市 另外同時 車位又不夠 所以我覺得這些地方 應該可以拿回來 自己重建 那你防署要重建的話 政府一定要開綠燈 對不對 順便將那個城市規劃發展 那個比例 人車單位等等 那些全部重新撿過 因為所謂海外的那個標準 跟香港哪裡有得比 香港密度這麼厲害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勒著說 我不給車位 限制那個車輛的數目 這個就是斬腳趾避沙寵 或者是這個駝鳥政策 那我們應該要 予以去取締 我們應該要想得好的 好不好 黃碧琴 碧琴你去了哪裡 最近我見不到你在那個 在那個油站那裡了 你在哪個油站工作 最近 如果可以的 你告訴我 第二天我去那裡打打氣 和你打打氣 OK 支持學老師大家好 葉記就說 見行人天橋疏到人流 長遠是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不是非見不可 那我們要緩急先後 做好元朗區的民生事項 和解決車位不足 這些才是最實際的 黃誠傑繼續有話說 香港鐵路的那個隧道 轉滑的那個頗為慢 還需要新技術去改進 加速 沒錯 Mike Meos 就是說 那些公民黨都不會提供一些法律的服務 只是會幫那些老人 去做司法覆核 政府的決定 H1封就說 ALL 這些車位人亡 大哥 是陳左義的發明 不要說這些 我們廢話說 那些無謂的事情 是不是 那葉記就是元朗 楊天橋要17個億 但是肯定到時候 也有各種理由會超支的 也都會追加撥款 到時候要20多億來埋單的了 AK 不要理他 也不要生氣 Steven Steven 我都很想找你 就參加一下這個 Ibsen的工作 我知道你對這個 律師會的工作 社區的方面來說 都很有興趣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幫到 這個公益法律服務的發展 到時候我再給你一個電話 你和你聊一聊 記住 我邀請你的誠意 Wonderling就說 在央視的輝煌中國 就可以知道 理解中國的快速發展 進步的原因 另外 還有 鄧合德 就說 俄羅斯希望你能夠周長的建議 不要把元朗的行人天橋 推倒 我會周長的去研究一下他的建議 今天我還沒決定說不支持 我只不過說很不高興 對這個起橋花這麼多錢 而這個公帑 我們是不是這樣去運用呢 是不是這樣浪費呢 除此之外 是不是有一個更加好的辦法呢 我就聽不到 是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方案在這裡 因為一起一條行人天橋十幾億元 這個就是 就偏向於 就是 好像 推泥牛入海的感覺 浪費浪費 陳潔坊 荷律師 大家晚上好 黃佩珍 整群我們的粉絲 也盡力打打氣支持 林淑芳 清平晚上好 清平也是台灣的好朋友 淑芳 晚上好 大家都好像很熟 你問候我 我問候你 OK 大家都是已經在這個空間裏面 互相見面 認識 都是一個 我也覺得 能夠為大家提供少少的 一個服務平台 都是我的榮幸 Rita Mac就說 用社工 用社工 在每間幼稚園裏面 那個效用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浪費公帑 多個老師更好 這個我也有這樣的傾向 是不是只是社工才能解決問題 我覺得不是 因為你老師 在學校裏面 真是 對著小朋友 哪個正常 或者哪個有 開心不開心的 你老師應該會知道 院長也會關心得然 如果他 見到他身體上面 有些異樣的情況出現 作為院長就應該會關注 所以這個純粹就是教育的問題 將老師對這方面 會提高的那個警惕性 已經夠了 你不用說一定要整個社工去跟 如果有事的時候 你就 refer去社署 這個教育局 也可以在這方面作協調 對不對 鑑粗要為社工而開個位 跟著要扔5億多元 三年的pilot scheme 仍然都有人說 我覺得這些事情做是好事 不過就不夠錢 你永遠都說不夠錢 扔50億下去 你一樣都說不夠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用呢 我很有這個疑鬥 很有很有大的問號在這裏 Vincent Tang is watching 星期一晚宴沒有破嗎 他好像之前也都是跟我們一起 我忘記了有沒有破 我沒有看到那個人名表 有也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獨立的就走在一起 對不對 以前阿田少他是新聞黨 但是後來他就離開了新聞黨 建立他自己的元卓 那元卓是不是一個政黨呢 他都算是一個政制的團體 因為他call了自己一幫人 圍著一張桌 就討論一下社區的工作 我相信他是一個半政黨 葉記 俄律師叫財爺加多一點資源 去做安老服務 同意的 安老服務這個應該要做 Louis Law就說加油 Sam Lee Chan就說 俄律師一火真誠一心 感動到上天 多謝 有時候真的是 如果你是肯去做些好事的 那天都會幫你的 林淑芳就說 俄律師好 明哥好 各位晚上好 大家都是很好的 AKD在早期就這樣說 想何律師的軍事行動 的課 和大家親如家人的 那種暖流就是幸福了 感謝何律師 和各位新舊的同學 多謝各位 下次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上次我看了那本 日經有一兩支掛 拿出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預告一下 我再做一做功課 講得好些 拋磚引辱 如果誰對日經有興趣的 或者可以教教我們 是不是 但是我看到這麼多東西 我也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站在現在 我們中美的貿易方面的戰 這樣打下去 是不是辦法呢 看看現在是賭場 誰是 你跟不跟 如果你不跟 我就會 納了一些 納了一些 如果你跟的話 我可以晒冷 其實中美現在在做什麼呢 就是在賭這個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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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 兩樣東西 不是 三樣東西 第一 你有沒有本錢 第二 你有沒有技術 賭術 第三 你有沒有 luck 那似乎中國 本錢就有了 技術 可能沒有美國佬那麼厲害 但是第三樣東西 就算你不厲害也好 沒有那麼厲害也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 luck 如果你沒有 luck 的話 你就 就 什麼都不行了 做人一定要有運氣 沒有冤痴 什麼東西不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不是 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早上 現在是11點41分 當然 我們一定要搞好這個 撥亂反正 破格頭編 隔走大要停 這個必須要做 昨晚已經和大家預告了 我已經有一個法律的意見 稍後會和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呢 先買賣關子 那我就繼續做好其他事情 各位早上 拜拜